哈喽,这个是红石流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红石流要怎么把它里面的红宝石取出来 首先,你看这个是它的头 那我们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 你就把它切一圈 不要切断哦 好,再来你就把它剥开 你看 在剥这个红石流要小心啊 因为它会溅到你的衣服 衣服就洗不掉 好,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基本上它有几个 一条,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它有五条,我们就顺着这五条 这样子,轻轻的把它切下去 轻轻的 来,这是第二条 对不对 切的时候要小心 好,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好,再来啊,我们准备一个盘子啊 然后你就这样剥 这样一剥就起来咯 你看 一剥就起来咯 然后还可以让它比较完整 再来就把这个模剥掉 剥红石油的方式有很多种啦 有些人它是用敲的 把它切一半 然后用敲的方式 然后有些是直接把它 准备一盆水 然后让这个红石油纸 落在水里面这样子 可是那些方式我都不是很爱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剥起来比较完整 好了 大致上就是这样剥 然后就把这个给剥掉这样子 好 那这个石油纸啊 你可以拿来 做蛋糕的装饰啊 表面的装饰很漂亮 你看一颗一颗红红的很漂亮 然后你也可以拿来打果汁 也很棒 这个含维他命C很丰富 好 那这样子学会了吗 谢谢 拜拜 拜拜